神奇粉셔 Canadians 权工局 佐Laugh 我觉得很普通 就每一个做父母 等自己孩子出了问题 都会全力以赴的去救他 就每个人选择的方法不一样 6个月的时候 它生长发育比同龄人要落后很多 那常规的检查都差不出了问题 后来拿到经报告 才发现ATB7的净突被导致了这个麦子 自从得这个病我才知道 就是人原来还需要铜这个东西 它没办法从这个食物当中来吸取 吸收这个铜元素 那会导致一系列的这个病化症 当时就全身都是软的呀 坐不起来抬不了头 怕不累 当时抱有侥幸心理就觉得 可能只是云南的医生 没听说过 没遇到过 所以他可能不知道最新的这个治疗方法 那去查了一圈以后确实是这样 看英文的那个也是靠翻译软件 所以很多专业名词都不懂 有一点点查 我们就查到那个北京的301的周立平主任 整治过这个麦克斯兵的患 所以到他学生刘立英来离 京都儿童医院去住院 然后进一步的就确诊了 他是麦克斯兵 静脉出是两个星期以后 那个指标只上升了一点点 还是受不了放弃了 他在北京的时候 扎针 不停地扎针 每天四星一夜都哭 当时我就想 他到底是如果他能讲完话 他愿不可以我们这样去折磨他 医生说这个病倒是国外是有走岸算通 但是国内没有 他没有办法去用得到 所以确实医院也没有办法 找药厂也不现实 因为那个时间周期太长了 而且费用也不是我们能够承担的 台湾因为疫情也出不去 美国是有临床测试 但是它只针对于本国国民 没办法的情况下 所以就想到自己去治病 一个半月嘛 点一点茶 没有专家可以请假 闭门造车 然后的话就外包给实验室来进行合成 然后做了一次发现真的很简单 决定自己采购设备回来自己做 我觉得学历并不能代表学习力 不意味着你的学历低 就不能通过自我学习 我也不提倡这个韩介明病友 去模仿我这个行为 因为我们这个实属无奈 把相应的设备采购回来 然后开始进行消毒灭菌 原料实际上当时就有了 然后就在超进工作台里面 完成它的混合溶解 然后最终的过滤灭菌 罐装就完了 第一次用 还是为了安全为主 减半了 打了两个星期 然后去测指标 发现没有上涨 重新验证了一遍 整个流程都没有什么问题 当时我觉得还是剂量少 大着胆子又给它加到正常剂量0.5 然后再用了两个星期 再去测指标 就到恢复正常 对比其他孩子来说 就现在它情况没有那么糟 实际上就是一个减缓 病情发展的一个过程 它肯定是可以活下来 最重要的是你要把这个病根 给它纠正掉 没有人能每一分每一秒 都像打得积雪一样 就是自我调节的一个过程 越来越能看到希望 也不能是虚无的希望 它需要数据一点一点堆起来的 所有恐惧其实都来源为未知 三十万左右吧 工作就从他病以后就没管 基本上没有什么收入来源 靠以前的一些积蓄 欠着两三万 不行就贷款或者卖车 先救好孩子 只要孩子救好 什么都会再有 我用于治疗我孩子 剩余的部分 就用到MAX病的患者主持上 一方面就是其他 某些技术领域的 或者说基因公司 或者都愿意给我们提供帮助 那就可以更快地加快这个精神 我觉得很温暖 你首先自己给自己希望 别人看到你没有放弃 才会愿意更多地去帮助你 把这个希望变得越来越大 静人是听天命吗